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谎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 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复兴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 又是来亲近神的时间了 这是一个弯曲被没有的时代 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用诗歌 用敬拜来亲近我们的神 主 求祢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能够尊心的旨意 我愿将祢花余生藏在我心 坐路上的光 成为我脚尖的灯 我主 求祢监护我心性 我的力量 使我的意勇敢向前行 你 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 求祢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永远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你做喜悦的儿 是我的生命能够员 能够呈现你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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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将祢花余生藏在我心 坐路上的光 成为我脚尖的灯 好主 求祢监护我心性 我的力量 使我的意勇敢向前行 因我 直到有时我仍会软弱 求祢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永远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你做喜悦的儿女 使我的生命能够呈现你荣耀 我需要永远在我生命中 为你做喜悦的儿女 使我能成为你做喜悦的儿女 使我能成为你做喜悦的儿女 生命能够展现祢荣耀 我们需要祢 哈利路亚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祢的养生 使我能成为祢所祈祢的儿女 使我的生命能够展现祢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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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们来到祢面前仰望 主啊 使得这是一个弯曲被没有的世代 主啊 这世上有许多的事情吸引我们 诱惑着我们 拥挤着我们 主我们说我们需要有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啊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脱下我们身上一切的残累 主啊 主啊 帮助我们成为祢合用的器皿 主啊 帮助我们成为祢眼中的珍珠 主啊 谢谢主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悦纳我们的敬拜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需要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学习祂的样式 让我们能够成为祂所喜悦的儿女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祂的荣耀 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诗篇130篇 耶和华啊 我从深处向祢求告 主啊 求祢听我的声音 愿祢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啊 你若纠察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 但在祢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祢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祂的话 我的心等候主 胜于首页的等候天亮 胜于首页的等候天亮 以色列啊 你当仰望耶和华 因他有慈爱 有丰盛的救恩 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那篇诗篇是一篇上行的诗篇 但是就它的内容来看 是属于一篇哀怜的诗篇 哀怜的诗篇是神的百姓 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哀求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通常会为着什么样的事 来到神的面前哀求 在一到三节 诗人说 耶和华 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主啊 求你听我的声音 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 你若就察罪恶 谁能站得住 在这段经文中 我们看见诗人为了自己的罪孽 来到神的面前来哀求 诗人说他从深处向神来求告 这是表示罪孽这件事情 并不是只有表面 我们所看到一些关于行为上的错误 其实罪孽它真正的核心是在里面 是藏在我们心中的深处 根据诗人的表白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神真的纠察诗人的罪孽 并且他对这些罪孽做出立即性的审判 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能够在神的面前 在里的中央 关于罪孽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 就是我们一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软弱 看到别人的错误 我们也很容易自以为意 觉得只有他会碰到这样的困难 他会这样的软弱 而我不会 我是圣洁的 我是敬前的 我比所有的人都好 这样子的一种自我感觉良好 其实是很可怕的 因为它充满了盲点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承认 我们并不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样的刚讲 我们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的圣洁 毫无瑕疵 很可能是我们没有碰到那件事 很可能是我们没有遭遇到那样的试探 我们必须承认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五十步在笑一百步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一个软弱的人 失败的人 就看不见自己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然后我们看到别人不好的时候 我们说我不会像他那样子 说实在的 我们没有谁比谁好到哪里去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权利去指责任何人说 你错了 你有罪了 但是这样的罪孽和软弱是事实 每一个人都会面对 怎么办呢 诗人来到神的面前 他说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 神有赦免之恩 这是真正的福音 神有赦免之恩 何等大的恩典 这样的恩典赐给你 赐给我 赐给凡愿意来到神面前 向他哀求的人 但是如果有人认为神有赦免之恩 就觉得可以任意犯罪 就觉得可以随便了 因为反正神会赦免 这样的人是不认识神的 这样的人是不敬畏神的 若是我们真知道神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 他付上了多大的代价 他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这样的代价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这样的恩典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我们就不得不在神的面前来俯伏下拜 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为了这样的恩典 感激体 在五到六节 诗人说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华 我的心等候主 生于首页的等候天亮 生于首页的等候天亮 我们连结前面一到四节所说的 一起来思想 我们可以看见 世人盼望 自己可以远离一切的罪念 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 来向神哀求 他等候神 他仰望神 求神赐给他话语 让他可以被神的话所光照 然后他可以察觉自己的罪念 可以从神的话语 来得着罪得赦免的信心 他也盼望神的话语 不只赦免他的罪 告诉他有这个确据 神的话语更要引导他 来行走正路 在这个地方 世人说 首页的等候天亮 圣于首页的等候天亮 他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 他自己那个迫切 想要脱离罪念 想要得着神话语的信心 想要 希望神就在这个时刻 将他的话语赐给他 这样一颗迫切的心 就好像那个首页的人 多么希望 下一刻 天亮 下一刻黎明就来到 他希望看到那个天光 出现的时候 他的工作结束了 他得着了 他最大的盼望 我们盼望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像 诗人所说的 我们对神的话语 我们对神的引导 我们对于能够脱离一切的软弱罪念 有这样一颗迫切的心呢 在七到八节 诗人说 以色列啊 你当仰望耶和华 因为他有慈爱 有丰盛的救恩 他必救赎以色列 脱离一切的罪念 世人不但希望自己能够等候神 仰望神的话 能够脱离一切的罪念 他可以呼吁所有神的百姓 都要来仰望神 所有神的百姓 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来向神呼求 来向神称谢 来向神感恩 因为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神是那位蛮有慈爱的神 神是那位蛮有丰盛救恩的神 神必定会救他们 脱离一切的罪念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看见没有 那个迫切的心 哪个愿意求神帮助 能够脱离罪念的心 世人恳切的等候神 他仰望神的话语来帮助他 来拯救他 今天让我们也这样子的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承认 在我们心中的深处 我们是有罪念的 在我们心中的深处 我们有许多不可告人的软弱 让我们不断地仰望他的救恩 仰望他的宝血 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念 让我们不要忘记 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神所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的神是有慈爱 有怜悯 有丰盛救恩的神 我们这些领受他赦罪恩典的人 我们应当要怎么做呢 正如诗人所说的 我们要敬畏他 我们敬畏他 我们不要再任意的犯罪 另一方面 我们更要向他 他赦免了我们的罪 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一个 愿意去饶恕人的人呢 我常听见主耶稣说 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为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来向神恳求 复兴是要从我们远离一切的罪孽开始 因此今天我们要祈求神的圣灵 不断的光照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蒙怜悯 可以看见自己一切的软弱 一切的败坏 一切的悲情下屏 让我们将这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求祂赦免我们在深处的罪孽 我们求祂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让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祂要我们来到你面前的阳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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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们真的说 我们需要由祢来帮助我们 主啊我们养望祢 主啊我们来到祢面前 主啊我们真的说 祢的话有如两刃的利剑 刺入破开 主我们向祢承认 主啊是的我们有的时候 好像我们自以为意 好像我们不会犯这些的错误 圣儿主义有的时候 我们用很忙碌的服事 来掩盖我们内心的空虚 恩典的主唯有祢知道 唯有祢见察 我们的心 我求祢是恩怜明在我们的身上 亲爱的圣灵啊 求祢每天来光榨我 纠察我 让我知道我里面 有什么样的罪孽 主啊让我知道 我有什么样未认之罪 主啊主啊让我 就是我的眼睛 我的口 我的手可以得到洁净 主啊我真是说 我是软弱的 主啊在罪人当中 我是罪魁 主啊好像在人前是一个样 人后是一个样 主啊主啊我并不是说 我每一件事情 我都敢拿到祢面前 但是主你按着我的本相接纳我 主啊你知道 我有这许多的软弱 主啊我在这里向祢祈求 主啊我把我的内心 向祢来成名 求祢成为我的帮助 求祢成为我的帮助 主啊让我立定心志在祢的面前 主啊我说我每天早晨 我若是不见祢面 我就不见人的面 主啊唯有单单来到祢面前 寻求祢的 寻求祢的赦罪与怜悯啊 主啊赞美祢 求祢每一天 求祢每一天 带领我走那数天的道路 谢谢主 是的主啊 求祢能够带领走的每一个人 主啊指引祢是那信实的神 主啊祢是那公义的神 虽然祢知道我们时时常常会软弱 但求神祢能够让圣灵 时时地提醒我们 透过祢的话语 主啊也求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末世当中 让我们能够更加坚定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地将眼目 转向在祢的身上 主啊我们感谢祢 祢是如此地爱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世人不但盼望自己能够等候神 仰望神的话 能够脱离一切的罪孽 他更呼吁所有神的百姓 都要来仰望神 因为神是那位满有慈爱 满有丰盛救恩的神 神要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罪孽 因此让我们不只为自己祷告 我们也把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小组员 甚至是教会的牧者 弟兄姐妹 我们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求神帮助他们 让他们可以迎着仰望神 得着神的话语 得着圣灵的帮助 能够来脱离一切的罪孽 脱离一切的软弱 让我们同生抬口来祷告 谢谢主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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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主啊 从上到下 哦 主啊 包括那管会堂的 哦 包括那打扫的 心血的 哦 主啊 你都要有办法 是的 亲爱的主主 我感谢赞美你 主啊 因为你说你是圣洁的 主 我们也当圣洁像你一样 主啊 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心里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望 主啊 希望能够更加的贴近你 主啊 然而主 我们却常常在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当中 主啊 是的主 就落入在那样一个罪恶 哦 或者是软弱的里面 主啊 甚至是 就我们享受那样一个罪终之乐 主啊 求你这个时候来光照我们 主啊 圣主 特别是那样一个罪终之乐 主啊 是我们甚至是不愿意离开他的 主啊 圣主 在今天的时候 主啊 圣灵大大光照我们 主啊 给我们力量 主啊 给我们有一个体贴圣灵的心 而不是体贴肉体的心 主啊 能够胜过所有一切的罪恶 或甚至是一切的软弱 主啊 靠着你能够得胜 主啊 靠着你能够夸胜 主啊 靠着你能够像你圣洁一样 谢谢主 主 我们要靠着你胜过一切的罪跟软弱 主不是为着我们自己 主要为着众圣徒来向你祈求 主要为着我们的家人 主要为着我们的小组员 所牧养观心的对象 主要为着教会的弟兄姐妹跟牧者们 主要都将这些人带到你的面前 主 他们是属于你的 他们是你所爱的 主 求你圣灵天天来光照他们 成为他们的帮助 主要当他们现在软弱过犯里面的时候 主要求你用你温柔的手把他们捧起来 主要就像你手掌心的珍珠一样 主要感谢赞美你是这样爱我们的神 祷告奉耶稣的名 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 我们既然领受了神的慈爱和他丰盛的救恩 我们就要敬畏他 不要再任意犯罪 不要得着了赦罪的恩典 要向他 向他成为一个饶恕人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晓得你还有没有谁 是你一直到如今 没有办法饶恕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在祷告当中来操练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饶恕 让我们对主说主啊 我不能 但是我知道饶恕是你的旨意 我愿意靠你 来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 我愿意靠主 现在就饶恕他 让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随便 随便他们的父神 我来向你面前悔改 主啊 圣经说 我们如果跟人有嫌隙 我们要像主饶恕我们一样 我们要用这样的饶恕 去饶恕别人 主啊 因为这是你的爱 这是你的旨意 求主你正帮助我们 饶恕我们 我们心中有许多怒气 有许多对人不满的 主啊 让我们放下这一切 因为你的爱告诉我们 你的爱是完全的 主啊 帮助我们 饶恕别人的时候 更学习你的样式 让我们再饶恕别人当中 让我们可以让人家看到 我们在学习你样式的时候 这就是见证 主啊 你帮助我们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主 我们如今成了何等的人 不是因为我们的作为 那是因为神里自己的恩惠 主 谢谢你 主啊 因为我们真实能成为那 无愤怒 无争论 随处举起圣洁的手 祷告的人 主啊 因为我们的生活 可以更像你懂得自信 懂得爱人 懂得爱神 当我们说敬畏你的时候 求主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 让我们真知道 柔树的作业 高树的功课 何等的重要 让我们真实成为那 有爱而且向你的人 一切祷告是奉考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亲爱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有满有慈爱 满有丰盛救恩的神 主啊 在你有赦免之恩 因此 我可以随时 来到你的面前 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主啊 我要等候你 我要仰望你的话 求你用你的话 天天的来光照我 让我可以察觉自己的罪念 让我可以在你的面前 认罪悔改 可以从你的话语 得着罪得赦免的信心 可以从你的话语 来引导我行走正路 主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敬畏你 让我成为一个 不随意犯罪的人 更帮助我 能够成为一个像你 愿意像你一样 能够饶恕 许多人过犯的人 让我可以从心里去饶恕 如同你饶恕我一样 主啊 我需要 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求你来引导 求你来帮助 主啊 我渴慕你的同在 这样子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 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你所信约定 而你是我的生命 能够昌昌的荣耀